這個澱粉這什麼啊 就是點了一個炸的 哪一個烤的 這個柴魚湯頭 他們那個是每天 難怪我就覺得有一個鮮甜的味道 愈來愈懂吃 哎呀今天要先來玩 我們今天來左營大陸 左營大陸 為什麼來左營大陸呢 左營大陸這邊我的地盤 今天這一集算是宵夜場 宵夜場 我們之前都是拍日景 我們這次換一個宵夜場 好那我們就直接gogo 我們第一家要帶大家來 許先生 文謙夢瑩的 今年桂根 小弟今年32 真的是不用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他號稱 他覺得高雄就是最有料的 最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是點他小碗的中盒 他中盒裡面呢就是有鵝辣 肉漿 五漿 跟大腸 大陸 整個料超滿的 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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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毀了這個 不會不會不會 拉拉的 拉拉的 他們會問你說香菜蒜 要不要 要 都要 都加 這樣才會是最完美的配方 看起來很好吃 臘腸是完全滷透的 只有滷過 處理的很乾淨 太辣 好燙喔 嗯 其實他的招牌應該是這個辣椒 辣油的辣椒嗎 欸其實不會欸 我覺得加豆瓣辣啊 讓他那個鹹度 我個人是喜歡豆瓣辣 他的大腸 我的媽啊 他的大腸 他大腸不得了 拜託 真的是滷透 完全沒有臭味的那種大腸 重點是很好咬 真的很好咬 我剛剛咬個幾下他就化掉了 高雄人開車真的不要這麼兇 他的米漿 很Q 非常的Q 我覺得相較大腸啊 魚漿跟肉漿 也好吃 但是大腸真的很驚艷我 大腸整個滷的超入味 蚵仔完全可以 我剛剛一咬下去 蚵仔的那個水直接在我嘴巴裡面 直接噴出來欸 他的用料很新鮮 然後又非常的大方 我覺得還算大方 真的很新鮮 完全沒有那個 那種蚵仔的臭味 還有一個 你知道這碗綜合這樣料那麼多 多少錢 40塊 40塊 超扯 很大一碗 非常大一碗 這是小碗的喔 尊重一下 這小碗 我覺得我們剛剛都沒講到一件事 他的湯頭 他麵線的湯頭 有一點甜甜的 我覺得你好像越來越懂吃了 你有一點東西 你有一點東西 他的湯頭很厲害欸 這個柴魚湯頭 他們那個是每天 難怪我就覺得有一個鮮甜的味道 你越來越懂吃 這碗我真的大推 這一碗我真的大推 大推 我們第二家要帶大家來左營大陸的散泡陽春麵 散泡陽春麵 這一間是我跟許先生 年輕的時候的味道 年輕 將來好苦澀 好啦 隨便 這就是真愛 我們通常來這裡 他會點一個湯麵 我會點一個乾麵 但因為我們今天要吃比較多的家 我是湯麵系的 我是乾麵系的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小碗的乾麵 看小碗其實也不小碗欸 你看這個麵量 這個麵量也是很多欸 那個油蔥好香喔 油蔥真的超級無敵香的 他除了油蔥還會有那個 新鮮蒜頭的那個香味 非常的香 而且他的細麵啊 會把那個油跟汁全部一起上來 他乾麵真的好好吃喔 好香好好吃 這間就是我們平常在左大陸啊 晚上想要吃一碗陽春麵 再配個湯 咕啦爸湯 再切個小菜 其實吃起來就非常的爽 加的 咕啦爸湯也是我們每次都會來點的 他這樣一碗50元 這個料很多欸 他咕啦爸超級無敵多的 來喝喝看他的咕啦爸湯 他的湯都是 我覺得應該是現煮的 因為真的那個溫度超燙的 你在鏡頭後不要一直吃嗎 好爽喔 一直在給我夾小菜吃 這個咕啦爸很嫩 非常的嫩 已經燉到就是你嘴巴進去咬個兩下就化掉的那一種 然後湯頭又很鮮 咕啦爸湯 我自從上次去吃完底劑之後 我就會一直想要吃豬舌 來吃看他們家的豬舌 就是正常的滷味 對不算特別厲害 但就是配合著麵吃配合湯吃 點一些其實還不錯 因為他的麵味道是重的 然後你搭你的搭他的滷味剛剛好 因為他滷味沒有很重 那上導油夠甜甜的味道 他調味基本上就是導油哥這樣 這一間呢就是你晚上不知道吃什麼 又想要喝暖暖的湯 跟香噴噴的乾麵 我就來這一間 非常之推薦 我們第三間來了左營大陸的老牌牛肉大王 老牌牛肉大王 這絕對是左營大陸的宵夜霸主 我不許你這麼說 麵包控的宵夜霸主 這個吃不澱粉這什麼啊 我們這次點了一個炸的 然後一個烤的 最特別的人家是牛肉大王 結果我們點紅茶牛奶 紅茶牛奶不是牛肉 牛奶用的是高雄牧場的 看一下就在那邊 跟你說這個就是傳統的紅茶加上鮮滷 傳統的紅茶牛奶 好喝就是好喝 因為很多傳統紅茶就是很甜 他們家不會剛剛好 現在熱食剛好有解渴 它裡面還會弄碎冰 我要來開動了 先吃炸 先吃炸的 我們今天點了一甜一鹹 就是它的招牌 它的蛋炸吐司 然後我們點的是一號 一號就是有加蛋 然後跟肉蔥 看一下 肉蔥跟蛋 這個真的是油騰騰 你看上面的麵 衛生紙 我偶爾吃一次沒關係 我愛啊 我偶爾吃一次 我超愛 基本上我吃的時候一定要加火腿 但它不吃火腿 我剛剛吃錯了 肉板要加草莓醬 我忘了 講半天就沒加 它的邊邊這個啊 就是把蛋炸的焦香焦香的 重點是它吐司 它的蛋炸吐司是綿的 軟綿軟綿的 我覺得會跟光華夜市的很不一樣 因為光華夜市 光華夜市的是家電的 所以會比較甜感 他們家不會 他們家是肉鬆感比較重 這好好吃喔 再吃一口 這個都是你的 很燙 怎麼每一個都這麼燙 我不知道這個冷的吃會不會很油 但是 熱的吃超爽的 超級爽 然後第二個我點的是 花生煉乳的烤土吃 我們一個是蛋炸 一個是烤的 那差別應該蠻明顯的吧 然後它中間就是這樣子 補滿了花生醬跟煉乳 他們家的花生醬不是那種吃得到顆粒的花生醬 自己買那種罐頭 然後來抹 然後再擠上一點煉乳 沒有甜蜜滋味 今天這一組是它的套餐 我個人來都不吃吐司 我都吃它的鍋燒麵 我以客觀的角度 它的鍋燒麵就是 比較像早餐店的鍋燒麵 半夜吃也很開心 我覺得如果你來啊 你有很多個朋友 真的是要點一天鹹 剛好那邊鹹完之後 我現在轉換口味吃這個 花生煉乳真的不錯 什麼時候要來 有天賦嗎 快來天賦 過來了嗎 來了 謝謝 他們家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粉漿蛋餅 然後他們家的天賦 超酷 是加台式泡蛋 台泡 台泡 台泡系的啊 就是臭豆腐上面那個台泡 你有聽到那個酥脆的聲音嗎 但是不得不說 他們現在的蛋餅跟天賦羅 真的是越賣越貴了 上架了 好貴啊 還有一半五十塊 這樣一半五十塊 雖然他台式泡菜我覺得蠻爽口的 我覺得他的台泡我覺得沒有特別好吃 其實我最期待的是粉漿蛋餅 這次我們點的是起司的 他的起司 起司的肚子 粉漿蛋餅超Q 非常Q 重點是一定要加他這個醬油 一定要加他這個醬油吃 整個把他的那個蛋餅又出生一個層次 你看喔 他如果沾了他滿滿的醬油啊 就是會 會是這種醬 醬色又焦香 這咬下去超夠味的 你如果是內用啊 你會全身都是有煙味 我們上次來了之後 回去整件衣服都是臭的 很猛 那我們就繼續開動囉 開動 最後我們的結尾 我們要用舊城傳統美食來收尾 我這一間本來預計是要吃他的蚵爹跟炸地瓜 剛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 他的蚵爹說人手不足 暫時停止供應 都不要做啊 大家都不要做啊 然後地瓜也沒了 店家傑傑說這個時間 宵夜時間你就是看檯面有什麼 你就點什麼 因為招牌上面的可能都賣光了 這一間真的算是在地 在地非常老字號的一間 那種傳統小吃 我想吃的都沒了 然後我就點了一條韭菜條 這樣 又是一個韭菜 你看他的韭菜很juicy 炸完超juicy的 然後我剛好偷吃他的詐品 現炸很酥脆 回炸啦應該是說回炸 很酥脆欸 他也會給你一包這個醬 我剛剛有試腸 滴滴 來喔我要來沾囉 我現在也只能很客難的這樣子 夾在腿中央 看起來很好吃欸 好先吃看看再說 很juicy欸 真的 好吃嗎 好吃 因為我咬下去的時候 韭菜怎麼那麼濕潤啊 本來是不抱期待的就對了 可是我已經有吃飽了 所以我就覺得 嗯我現在在吃鹹的 我怎麼覺得好像很膩這樣 我本來想要找甜湯 殊不知 都關了 都沒有 這裡的人都消夜都不吃甜湯 我剛剛真的很生氣欸 哎呦他的韭菜條 有點出乎我意料欸 超級濕潤超級juicy的 我到現在那個嘴巴都還是韭菜的那個香味 他們家有個特色 他的皮很薄 你看喔他剛剛皮掉下來 就是這麼薄 今天每一家其實我都滿滿意的 有一些是我吃過的 所以就有點像是重溫的概念 如果有什麼其他的推薦 拜託也在留言處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就會來吃 好嗎 答應我喔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